词曲 李宗盛 在每一个阶段 身在你身上 做一些关交责法也好 或者提醒全面也好 只要你与神之间 发生了冲突 你没有回转 你没有回转 还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直持守自己的观点态度 虽然你的步伐 是往前迈进的 但是你与神之间 发生的冲突 你对神的误解埋怨 被你并没有解决 你的心始终没有回转 在神儿 还在守着你的本分 对神的屠夫有点忠心 在人看还说的过去 但是又一条 你与神的争执 就成了永远的结 你没用真理解决 达到真实明白神的心意 导致你对神的误解 越来越深 这就是没有回转 你的悲逆 你的悲逆 你的观念 你对神的误解 始终存在 都知你没有顺服的心态 始终是被你生的 是根深对立的 那这样的人是被你生 抵挡神 死不悔改的人 一个手造之物 对待造主 应该有的态度 是什么 就是走主 怎么做都是对的 走主 无论怎么做 都是对的 这一点如果你不能承认 那造主 那造主 是真理 是道路 是生命 在你这儿 就是一句空谎 如果这样 你就不能蒙 拯救你不够资格 深不拯救你这样的人 你的心情 只有一天没有变化 你只有一天没有认识到 你做的 不呵护真理的地方 不能与生相合的地方 不能与生相合的地方 你与生之间的解就还没有打开 这事就没有解决 你得回转 放下自己的想法意图 你有这样的心 这是一种顺服的态度 这是人对待神 对待造主的 一种回转的态度 一种回转的态度 对造主 是真理道路生命 这个世事实的 成人欲肯定 你能回转就证明你 能放下自认为对的东西 或者摆坏人类 共认为对的东西 我唱人神的话 是真理 是正面 一种回转的事物 你能有这个态度 你能有这个态度 就证明了 一对造无助 身份的成人 对它是值得承认 神是这么看的 所以神把人的回转 看得特别重 神把人的回转 看得特别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像真心爱神 像真心爱神 但因着 神不由己 神不由己 多少人在神 所给失恋中 珍惜爱神 但人总摸不着 神的确实存在 人知是在空虚 空虚之中爱神 并不能因着 神的确实存在而爱神 多少人 多少人将心摆在身前 不拒理财 因而被撒旦 随即而夺走 之后人便离生而去 之后人便离生而去 多少人便离生而去 多少人在神 花共赢其事 来真心爱神 但并不把神 花珍惜在灵中 而是道座共无营养 随便使用 随时又仍在远处 人都在痛苦之中寻求神 在失恋之中仰望神 在平安之时 在平安之时享受神 在平安之时享受神 在险境之中缝人神 在平安之时享受神 在现境之中缝人神 但不曾有一人 在一生之中来爱神 在一生之中来爱神 神愿意让人 在神前都求真 神并不要求人 给神神魔 只是让所有的人 都能把神当作一回事 不是气候神 而是让神把人的真诚换来 在所有的人中间 观传这身的开启光照 观传这身的心血代价 观传这身的心血代价 但在所有的人中间 又观传这人的所作 所谓的真相 观传人对神的欺骗 观传人对神的欺骗 神不曾隐人的花言巧语 而梦头转向 隐人的本质 神早就侧头 在人的血液里 不知含有多少 不知含有多少不解的成分 在人的骨髓里 不知含有多少撒旦的毒素 日积月累 人都习以为常 并不觉撒旦的苦海 因此人都无心去打听 健康生存之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经本分 总是不能 拉满宫视满进 只是了五六分的镜 应付应付就完事了 总是不能保持正常 每一人见读 没人扶持 就送见了些尽了 如果有人给交通真理就有尽 一段时间不交通真理又没尽了 总是这样反复 人没得着真理就是这样 都是凭热心活着 都是凭热心活着 心里送尽了 金本分过小就差点 有时加把情过小就好一些 金本分的成果就多一些 收获就大一些 不明白真理怎么能达到 合格的金本分呢 其实神要求人的都是人能达到的 都是人能达到的 只要你们把良心的 共用发挥出来 能凭良心 金本分 就容易接受真理了 能接受真理 就能达到的 就能达到合格的金本分了 人没得到的 人没有心智不信 有心智的人才能往真理上钩 只有明白真理了 才能到有心智不信 才能经好本分 才能轻疯 才能浩测身 才能阻挥到的 人没有心智不醒 有心智的人才能往真理上钩 只有明白真理了 才能见好奔奔 才能满足身 羞辱撒旦 如果你有这份真心 不为自己图谋 只为得着真理 只为情好奔奔 只为情好奔奔 这样你尽奔奔 就能正常了 就能始终如意 不管连到什么情况 都能坚持紧本分 这样神对你就放心了 圣灵也会开启你明白真理原则 带领你尽入真理世纪 这样你尽奔奔 就肯定能达到何格了 只要你是真心为神花飞 尽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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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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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